主席我想請教就是您的政治現金的結餘款是三位候選人最多 所以想問一下說你未來要怎麼來做為什麼樣的用途 那另外的話你也是三位候選人當中第二多申報第二多 會不會覺得其實選民也對你有相當程度的看好 選舉費用 公民黨花不到兩億 民進黨五億 你們相信嗎 我實在想說一群騙子 這選舉費用你覺得有可能嗎 我發3.6億 3.4億 國民黨花不到兩億 民進黨花五億 怎麼可能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啦 這種 制度定在那裡啦 但是怎麼讓他真的是有作用 這恐怕是監察案自己要去 我們這種 從2014年你知道那個連勝文的競選費用比我還低 從那天開始10年後又發生說什麼 國民黨的競選費用比我低 民進黨只比我多一億元我才不相信 這第一點 第二點那個選舉結餘款是這樣 其實那個6千萬 其實1千5百萬是那個 那個 登記總統的時候那個保證金 所以那個時候是 電盤 另外 所以剩下4千5 4千5他們跟我講說 選貨到現在 因為選貨還有辦那個什麼小草感恩會 花一花 所以我可以花了1千9百萬 現在大概剩下2千100多萬而已 所以事實上我們也利用那個錢 這個要選舉勝利館 我們也開始在 我們也是這樣 台灣民眾黨是希望他是一個學習性組織 所以最近也開始在辦這種上課 大概 大概也許在未來的這兩三年內 把用來這個主要在做上課用